欢迎大家收听2024年第一集的宏观经济 我们今天提早了一天录录节目 所以今天就1月3日 不过我知道Eddy现在的安排就是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提早录的话 也会先放出去给我们的计划 然后平时的计划 就再公布给大众 希望一直支持我们的网友来说 这些计划可以先收听 另外今天上次好像有没有预告过 我们也会做回一个计划 刚刚过了2023年 所以我们就等到所有的事情都陈埃落定之后 就做回一个计划 当然可能已经是迟了几拍了 因为很多媒体上周已经先做了计划 或者周末的时候已经做了 我们就迟了一些计划 但是除了过去一年的市场的情况 当然也会回估一下去年的时候 对一些大的方向的看法 是不是落实呢 我也会回估一下去年的那几个 到底成绩如何呢 就是赚定时 就是对不对 都会很公开坦诚地和大家自首 这个就是我今天准备了的东西 OK 阿D準備了些什么 首先多谢麻烦两位拍档 因为明天我就要飞去东京了 那就会降落在刚刚发生事故的 这个Haneda的国际机场 希望没事 因为 那个机场跑道都回来了吗 那部飞机还在跑道 我就不知道究竟是 就是今天 你知道提早一天可以去看 那他社交路红就说都会准事 但是 是不是去到 如何安排等等性 那就要知道 那就 打开一点点叉先 就是 KO的故乡 就在1月1日 当然天元 就是这些自然災害 就不会理你是 农历新年 还是新历新年 你记得 也十几年前 是吧 Boxing Day的 Earthquake 就是在印尼里面 也是发生了很惨的事故 因为那次 Boxing Day的Earthquake 也引发了很多海啸 你知道 在印尼其实也有很多海盗 好像是一万多个 一万七个 所以都很夸张 所以 这次第一 在中部城市发生地震 好像 刚刚今早看新闻 都好像 死亡人数 已经去到大约60个 如果我错了 K会更新 又不幸 昨天2日 又发生了一个 机场的事故 虽然今天我们的 节目的安排 多数都会讨论 但可能 报告完股市 很快 都会讨论一些新闻 那 就让雷总 可以讨论不同 Aster Classes 的表现 和雷总的表现 基本上 都非常 可以 大家已经知道 因为 坦白说 我没有什么 拜君子障 不可言容 雷总的表现 相当好 不是吧 你只有Tesla 和DV 都赚光了 去年 不是 我那三个 很快地 公布 我都看上去年的节目 我召唤 也很可憐 K.O.都和我一起 不是说你召唤 而是我召唤国内的消费股 我觉得 疫情之后 应该会变得更好 K.O.那只好一点 看了王子那只 那只 当然是摸了街 坦白说 那个版块就召唤得很差 第二就是 东南亚 南亚的股票 印度就做得比较好 第三 我也有说过Netflix 这只做得比较好 一会儿都会很快地说 看看有没有时间 因为雷总 都会用较长篇幅的时间去说 然后也会 公布YouTube 因为年头年尾 我们都做了一些不同的节目 上个星期都开始 讲一些 香港楼市的公布 在我和雷总的节目 我们也有呼吁 一些网友可以 给一些讨论 因为 今天也会说一些 feel数的 就是一些 YouTube的数字 坦白说 跌了很多 有些网友都给我们一些 意见 意见 意见是否接受 就是 要看一看 但是 我们也会说一说 因为 有些网友 有些是 很少 極小部分 有些可能是恶意中伤 或者是PMO 有些留言是人身攻击 但是 其他大部分 絕对 网友都是很善意的 就算批评 不是说不接受 而是 如果你言之有礼 现在 我们香港政府都说要礼貌 我都成两三年没有回来香港 如果他早上一天 就是回来去奥偶吃饭 看到他很礼貌地跟我说话 我都真的有些惹疼 我还是不是在奥偶呢 我都是有些担心 但是 我们都要礼貌待人 不用担心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 有什么需要担心呢 是 但是去到奥偶也要礼貌 其实为什么奥偶没有什么礼貌 就是 因为 你明白了 地方责责 你的租贵 你这样 如果雷总在打等 拿一份报纸看 他真是 扔你 不是开玩笑的 他说 你叔叔 你有没有意思啊 你快点走 吃完 所以他没有礼貌 不是他 或者是比较 不要说没有礼貌 他说话比较大声 直接一点 就不代表好像周恩法的名句 就说他没有礼貌 但是你知道香港做生意很艰难 铺租又贵 人工又贵 食材又贵 所以一定要做 如果你有看这些餐饮股的话 其中一个 叫做翻桌率 就是你一张桌子一天可以做多少转生意 我觉得如果澳偶是一家上市公司 他们应该在投资日中的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我们会加强我们的翻桌率 那方法就是加强这个粗口的力量 就是我比较厉害 那我翻桌率就会再上去 那不如都很快地说说市况 因为都要争取时间 今天我们要说的东西都比较多一点 那我先开一下市况 昨天第一天开市 如果是NASDAQ 美股方面 隔一个多小时左右 美股也会开市 那但是昨天晚上 科技股就跌得比较多一点 跌接近2%左右 那龙头股 比如Apple 就好像比Barclays 下跌了它的评级 所以就跌得比较厉害 好像跌成3% 那圣诞那时候之前都有一些隐患 就好像停了它 不让它买个Apple Watch 但是它就好像上述到它的法院 那那个停售Apple Watch 那个情况就好像得到舒缓 但是好像都很接近聖诞或者是 是Boxing Day 所以可能对它的销售也有点影響 那当然Apple Watch 就不是它最重要的一件事 始终iPhone就占它的变化比较多一点 那这家Futures方面来说 NASDAQ也要跌近0.5% 那这个大宗就跌0.25% 跟着S&P500就跌0.3% 那港股呢 就年尾的时候 就不知道是否点都高一点 那都叫做17000点就收市了 但是 开到回来就 就是 2号 2号都基本上是跌了 接近2% 那 那 那现在黑企呢都跌0.6% 那又回到16000点的方向的方向 欧洲股市呢 都是 偏向都要跌的 那法国跌1.26% 那德国就跌0.83% 那富士指数呢 跌0.5% 那 那FX方面呢 就好像 好像对美金 是不是真的 就是联储局 真的要减这么多次息呢 那个 好像有点 就是 是不是觉得市场 觉得是这么乐观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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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回 那 我都很想开个位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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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26的水平 澳市也會回落 所以似乎是否真的有什麼大數據出來 就說聯儲局未來一年 不會減息 今個星期都有些數據 例如Fat Minutes 或者星期五慣例的新生失業救濟金 這些都不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再看看情況 多數是美匯去到技術的位置 美匯指數到100 就回彈一彈 紅海方面的問題是繼續有的 我看到馬士德 前身海道最大的航運公司 暫時不建議船隊經過紅海 然後通過蘇伊士運河 流經歐洲和亞洲的中間的密密 他們的局勢還是比較緊張 不知道K.O.有什麼看法呢 就是涉嫌好像以色列拿了一支導彈射了無人機 然後去了黎巴嫩 炸死了哈馬斯的第二個討號人物 但也挺誇張 因為你拿到一部飛機去到別人主權的國家 去炸死一個人 雖然你說那個哈馬斯可能是罪有不赦 一定去殺死他 但你真是跨境執法 就是拿到一部飛機去炸死一個人 我覺得有點誇張 雖然現在未證實是否真的以色列 以色列都未否認 但看看情況如何發生 所以油價方面就沒有說洪海局勢很緊張 升回80元樓上等等 紐約旗油都回到差1元左右 布蘭特油都回到差6元左右 其他主要的臨源價格都是偏向比較弱 金也是維持在2000元樓上 雖然美股指數是比較弱 但現在到了2041的情況 Platium 衝過1000元又回到970元的水平 其他的工業的優惠物都各自走回自己的方向 沒有什麼特別的市場 我覺得是非常要提升到大家的意志 Bitcoin又跌了2000多元 好像昨晚我看到Bloomberg的新聞 就去到4500元的 那我還期望會出到一個ETF 就用回這個消息 可以作為資產Bitcoin的價格的最大的消息 Athereum就去到2200多元 大致上是這樣 那很快就說說新聞 剛才我剛才說過了 那飛機就撞了一部 是否打算準備飛去地震方面去救援的一個 政府的一個救援的飛機 可能是聽錯了一個指令塔的一些指令 就撞了一部全日空的一部 日本航空機的一部 很幸運地在那部客機方面 全部的乘客和機組的人員都疏散得及 但是那部政府救援的一部飛機 機長就叫做救到 但是都重傷 其他一些機組成員都應該疏散了 非常不高彩 那這件事件我想雷總也記得 那我馬上想起這部電影 那Tom Hanks也演過一部 其年這次活著作導演的一部電影 那在Sully在紐約那邊 遇到一些問題 就被迫急降到一個Hudson River 那情況有點像 絕大部份的乘客 如果印象好像沒有死人 大部份人都救得到 應該是機件的固在問題 這部也不只是電影那麼簡單 應該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 那時候真的 對 印象最深刻當然是這部電影看完 然後再了解那件事件 K.O. 說得對是真人事件 那Tom Hanks就演了Sully這個機像 全名就是Sullenberger 你知道英文很多時候 叫過short term 前面的字後面加個y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那這部電影其實很短 一個小時35分鐘左右 但是整部電影都挺特別 如果大家有時間都可以看一看 你看到一個陣營 就是應該 我記憶的記憶 應該有些小鳥飛了進去一些引擎 導致了一部飛機出事 但是 很幸運地降落了Hudson River 然後出事的人就比較少 那當然這次的Japan Allies 情況不同 那就是撞了一部飛機 但是 相當因為都是 我想機組人員 或者乘客方面 都是 鬆散得非常好 有秩序 而不是 人踩人 那樣死得多些人 那就 很幸運地全部都救得了 那所以 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坐飛機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會貪 坐在一個 Emergence Exit 或者等等 那對腳會舒服一點 尤其是Long-Hole Flight 很辛苦的嘛 但是 不要以為只是 覺得 那個位置是舒適一點 或者你英文水平真的不是很高 真的不要坐那個Emergence Exit 因為其實 坦白說 影響到整架機的安全 那個情況 這個都要留意 那所以 這件事很幸運地 叫做那個客機就救得了 但是 救援那個客機就很可惜 那我真的出了事 其實我一直嘗試 看看他會不會有一個 一切 到底三百多個乘客當中來說 就是 日本本地人 就是本土人佔多少 外外人佔多少 其實這個是 比較八卦一點 因為 我在想 這個可能是我純粹 個人的猜測 就是 日本人呢 其實就真的是 那個 對這些 一些 遵守 遵守方面呢 是真的比較有這個意識的 但是呢 就是有些國家的人呢 其實就真的會比較是 很緊張 有什麼事情就差 差一點才會推後 就是是不是真的完全會聽 機租人員那個指揮 去做事呢 就是 就不敢說了 這個事情 就是 始終民族性是有一個影響的 我覺得是 所以 這次這件事件 在日本來說 三百多個乘客 都可以安然地離開 其實都真是一個 我覺得都是一個半奇蹟 OK 還有你看看那個 就是 就是 飛機來說的話呢 是燒到 真的 沒有了 就是 很誇張 就是 就是 我估計當時來說 因為 它 就是 滑行的 已經是著火了 其實 其實這個時間 但是我覺得真的 就是 逃生的時間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 三百多人都可以能夠 就是 完全安全地離開 這個是 真的是 絕對不簡單的事 所以我也是有些八卦 想知道 不過這次好像暫時沒有任何的 一些疏勢 有一個 break down 根據香港01 就 起碼一個香港人的乘客 那他就說 就是 在一部機裡面 他就說 初次以為是硬著綠 那 原來就見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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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原來是碰到那部機 那他就說 有些人 還想拿回行李 坦白說 就是 就是 當然啦 很多東西可能很重要 在裡面 就是理解的 但是 在那個情況 我想 Witches可能是幾分鐘 或者十幾分鐘的 一個Windows 拿到行李的那個機會 都就是相當小 就是 不要因為 就是 開那個行李箱 然後拿行李 然後就 就是阻礙到那些人 是疏散 始終條命就重要一點 坦白說 所以整件事都看上去 真是挺恐怖 那 是我的辦法 那 地震方面 地震方面 一直都是 就是 都有點擔心 因為 上次福島那件事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 對於日本的地震 有時 一些 特製比較高的強度 地震 大家都比較擔心 那 這次又發生了一個 地震的情況 如果沒有記錯 上次 福島方面 大地震之前 都發生了一個 比較高的強度 地震 都成了七點幾級 那 隔一兩星期之後 然後福島就真的出現一個大型 一個更高強度的地震 那 事件發生就 因為海嘯等等 就更加導致到一個 就是核電廠的問題 那 希望 這次 就 不會再 演變一個更加大的災難 那 日本的地震的問題 一直都是比較麻煩 始終在地震大方面 希望 沒事發生 希望 日本方面 沒有這麼大的問題 那 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都很精彩 都說了所有的市場 還有所有的新聞 那 第二、三節 應該就留給雷仲 個人發揮 跳一下Tango 自己 那 show off 剛剛那一年 那些call有多準 自己賺到多少錢 那 你和我們合作的 但是 希望看到像上年那些圖 很仔細的 就是一個倉位 那 那 等等性 那我們 看看等等雷仲的發揮 然後我們下次再說